好,今天我们最后一个主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的民主体制 民主体制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社会上所有的问题 各位你觉得呢 民主体制是不是可以解决到我们社会上所有问题 很难,是个很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了解 我们从历史来看 我们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可以说是有民主制度产生的一个国家叫什么 叫古牙点 古牙点 可是古牙点他大部分是用他们的一个大议会制度 比如说市农工商百业之间选些代表 然后出来开会对决定牙点之后 你要怎么发展的好 就是要去开会来决定 然后再去表决 这个是一个比较成熟 比较在古上古时期 比如说在古典时代 是比较觉得大家觉得这是可行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暴政 它是由大家决议的事情 但是也不截然是大家都会同意 只是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而已 好 我们来去看一件事情 古牙点还是亡于谁 古牙点亡于谁 各位我们古牙点亡于谁 各位都知道好像是斯巴达 斯巴达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都是一个强权国家 后来又有波斯大军过来 所以说你这些所谓的民主 跟所谓的一些文化 你最终敌不过的是一个武力 这是一个现实 很多人说美国现在是一个独霸权的世界 而且他的霸权会维持到永远 或是未来几百年 老师敢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是用算的 老师觉得有没有算 老师会跟你讲这个算的 这个不是算的 但是我们要从历史眼光去看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 过去西班牙 他是无敌舰队 各位听过 西班牙无敌舰队很强 玩过大海时代吗 对不对 这样无敌舰队他独抢 任何人遇到他都打败仗 英国遇到西班牙无敌舰队 也是打败仗 为什么 因为他很强 他的舰队非常强 他现在西班牙强不强 西班牙够强吗 当时真的是文风尚胆的 那个加勒比海杀手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再近一点在哪里 英国日不落帝国 殖民世界 他够不够强 够强 因为他的原真军在世界各都有殖民地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么强 英国现在强不强 他还有几个殖民地 他的军事力能够碾压哪一个国家 立陶宛 还是俄罗斯 英国的实力 可以碾压哪一个国家 没办法 但是英国以前的军力 是十分的强大 对不对 德国 德国强不强 德国过去开玩笑 希特勒所主导的德军 然后碾压世界 日本强不强 日本的大核军队 开玩笑 三越王华 插链就成真的 你知道吗 插链就成真的 少了两颗原子弹 那他搞不好他真的去打下去 中国最终还是变成日本的 蒋中正是打不赢日本军的 那是因为两颗核子弹 然后两颗原子弹 打到刚好恰到好处 然后让这个事情赶快结束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上面 这个世界上面 所有东西你将觉得是说 你用制度可以解决社会上一样的问题 或是世界上一样的问题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这世界上唯一能够赢他 赢所有事情的 就是武力跟暴力 我们必须要去明白 认知这些事情 虽然我们不喜欢和平 我们不要武力跟暴力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稳定 跟他所有的局势的 短暂的和平 靠的都是武力 武力之后你才能带来的技术 马上平天下 马下之天下 成吉思汗这么强 争辩了半个地球 但是元朝也不过几十年的国座 也就完完了 现在蒙古帝国很强吗 大蒙古共和国 对在外蒙 大蒙共和国他很强吗 他们的民族自尊性很强 但是国力不怎么样 军力武力也不怎么样 为什么不为什么 时代是变了 所以说在这个所有环境里面 我们一直希望是说 能够透过一个制度 让权力能够和平的转移 是这个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就像老师一开始讲到了 德国的事情跟美国的事情 甚至抖音的事情 这些事情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想法 当当没有一个强权去引导一个国家的稳定的时候 这个国家永远都会有砸身 永远都有抗争 就像老师最近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 香港现在就是我们万恶的共产党 他要让香港去做普筛 但是他又不封锁 但是要普筛 而且还是免钱的 这普筛还是免钱的 那普筛免钱状况之下 香港人拒减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学子 然后来告诉你是说 我们不要让共产党取得我们的DNA 因为他拿到我们DNA到北京去 他还是为了控制我们 各位 拿DNA可以控制什么人 各位可不可以 这个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些了解的 拿走一些这些学生的DNA 拿走这些香港百姓的DNA 到底能干什么 能够确定你有没有私生子吗 能不能确定什么 但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声音 坦多人就以为是真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不是每个百姓 他们都可以跟上时事 这个世界就这样 我们之前讲过海奥华星这个故事 海奥华星他们只有6个领导人 然后有一个人都决定 这个要做或不做 其他6个人是在讨论 给他建议 然后他来决定你要做或不做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学生上面的人 都有一样高的知识 然后一样高的一些模式 所以他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知识水准差太多了 我们以为我们的知识 已经是爆炸性成长 每个都是一个有一定的知识水准 其实没有 对不对 其实没有 是不是 有人相信5G可以传染新冠病毒 这是在先进国家的事情 有些人认为DNA可以拿送到北京去 北京就可以做法 让他们听话 要是他们自己本身无处轻重 他们连房子都买不起 然后他们只能做汤房里面 然后说他们DNA很重要 北京去检测 不是只为了他们健康 而是要拿他们DNA 这么科幻跟反制的事情 但是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 这是相信的事情 这个是新闻 各位可以去直接去Google 能够看YouTube的 大概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新闻 不是很奇怪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对 这些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大家相信 大家相信的事情 每一个人 包含印度或什么东西 都觉得是说 中国想要全天下的资料 很多进入万恶的共产党资料库里面 我们请问一下 你的手机用的 只要是安卓系统或是苹果系统 你的资料全部给美国人知道 你都不在乎吗 对 GPRS 你今天Google地图 像老子今天带小朋友出去玩 Google地图可以知道哪里可以怎么样 哪里知道哪里塞车哪里不塞车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的手机里面的资料 他们都用 各位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有人资料 手机里面的资料 Google都用 为什么 因为用了他安卓系统 你用他的Apple系统 你跟谁讲话 做什么 他都知道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政府 还用LINE LINE 用韩国的软体 来传递我们机密的事项 而这些机密的事项 很多是政府官员之间互宣传 而LINE 你今天如果发现LINE LINE上面有诈骗 然后你还盘国公司 可以不给你他们的IP记录 所有的资料在资料在别人手上 然后我们去相信一件事情 华为的5G会造成新冠病肺炎的传染 或是你的DNA对北京是有用处的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说当你的知识水准不够的时候 民主是没有办法达成这些事情 当然老师 有人意思说你不要民主 你就是要共产 跟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两个 就像老师有人问过老师 说你这个人 你这人民币赚的香不香 台币你不喜欢赚 人民币赚的香不香 老师只能跟你讲一句话 小孩子才选边 我全都要 这钱为什么不要 我为什么要选边站 我不能全部都要吗 我不能全部都要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去分新加坡货币 为什么我分美金分欧元分英镑 或分人民币 不要我全都要不行吗 小孩子在选边站 那是我们是成熟的人 我们不选边站 我全都要 不可不可以吗 说人当人希望把选边站的时候 虽然他拥有的很少 所以他需要选边站 而在资本主义过度的膨胀之下 人们拥有的就是太少 所以说他很希望能够选边站 因为他才有安全感 因为我拥有的已经够少了 可是你告诉我我还需要很多 但是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么多 我身上就有贫乏感 就像很简单一件事情 老师对物欲其实没有什么物欲 我对豪宅 对名车 或对于什么很帅的 什么很棒的西服 或者很好的一些东西 我其实 因为其实有曾经有拥有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对我来说 你今天就算开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车 或是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包 住的非常名贵的豪宅 对我来说 我觉得住的舒服也是好事了 但是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我人生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原本想要的东西 我有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我想要东西 我先有一台特斯拉 而且有自动导航的 为什么 因为每天接送小朋友很累 如果我又有一台特斯拉 而且还可以自动导航的 我每天接送就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说当你自己心理上 能够影响你的东西越少 你就不会想要去选边站 会选边站 都是你心理想要拥有太少 但是你想要的太多 你就觉得空虚寂寞 觉得冷 你就希望有一个立场 让你坚守不移 然后你就觉得是说 我这样子比较安全 不会有人告诉我 我要选择更多 选择对人类来讲是一个难事 因为我们的基因被设定 就是你不容易去做选择 你知道吗 任何的国家人都一样 人类是一个不善于选择的物种 他也不善于去有一个中心思想的物种 他最好是听命而行的物种 我说 我说一个很实在的 猫都比我们聪明 因为猫不选边站的 猫是一个我尽力把自己活好 或者在我的小猫出生的时候 我竟然把它补育好 长大 让他们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 猫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聚在一个群居 但是人一定要群居 人一定要别人告诉你怎么做比较好 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